让糖尿病风险降低32%的一个简单练习 一个简单练习就能够让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三分之一 是的 我们先来做一个测试 如果你能够达成下面的这个动作 那么你换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32% 请跟我一起做 抬起你的左脚 慢慢慢慢往下往下 蹲到底 对 起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在测试你的左脚 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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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到底起 如果你能够很轻松的做这两个动作 那么你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32% 它意味着你最大的肌群 也就是你的臀肌和大腿肌群的力量足够强 让你能够做单腿深蹲 来自梅奥征所论文集 这是美国的一份杂志 它的最新研究表明你拥有适量的肌肉力量 你患糖尿病的风险将降低32% 根据美国体育活动指南 每周至少有两天力量的练习 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它对于4681名成年人做了从1981年到2006年的持续跟踪 那对比一组一组是没有力量练习一组是有力量练习的 那么得出的最后观察的结论 肌肉力量中等的这些人他患糖尿病的风险比另外一组 肌肉力量弱的人要低32% 所以亲爱的伙伴刚才的这个就是测试 和大家分享四个小方法 第一个深蹲 让自己的膝盖不要超越脚尖 持续的做深蹲 慢慢的力量变强了 你就能够做我刚才的单腿深蹲 第二个动作叫登台阶 上 起 下 上 起 下 好 这是练习腿部力量的 同样的上肢力量 随便找一个凳子对或者台阶 下 起 下 起 下 起 然后伏伙撑 起 起 这个动作主要练习胸部的肌群 刚才的动作练习背部和拱三头肌的肌群 让我们身上的大肌群力量变强 那么你患糖尿病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 那你会问我应该做多久 做到什么样的激烈程度 请戴上苹果手表 让自己的心率处于你想要的区间 那么什么是适合你的区间呢 用陪你跑APP为你计算运动处方 每个人你的年龄不一样 你的体征不一样 你要去的心率区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掌握数据 掌握科技 它能够让你变得更棒 祝你更健康